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在途中就跟他们有交流 以及认识到很多新的事物 由一个设计学生变成一个全职设计师 再去建立品牌其实是不容易的 当中有很接触很多培育培训的计划 是需要去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品牌 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会就像一个mentorship 令到我们有一个guide line 有一个目标方向让我们继续去进发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之帮到我们 政府今年终在向创意置休计划注资10亿元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 未来会循三大方向发展创意产业 一个必然是最重要的地方 刚才提到就是培育人才 第二个就是开拓市场 第三个就是跨界别和跨地别的合作 如果创意产业要真的开花结果的时候 还有很多事情是要做的 第一刚才有人提到创意产业不是单一个产业 亦都有一些事是要利用香港本身独有的条件的 比如我们近年将旅游 将设计 将时装 将一些本地创意的东西放在一起 将来意念无限 香港的空间亦都是无限 大馆11月22号到25号 展出过八项资座项目的成果 之后展览护尔斯尖沙咀 展期2019年2月13号到28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沙咀